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中国大陆的陕西省发生了高速公路的大桥塌陷事故 今天是721五周年 中国大陆和香港在这五年来到底是越变越好 是越来越照顾市民的需要 还是彻底相反 因为当年有很多人都不希望香港变得跟中国大陆一样 于是就上街去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 那中国大陆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大陆的问题就是因为贪污 因为腐化 所以才不断会有豆腐渣工程的出现 现在五年过去了 中国大陆在香港疯狂宣传 说中国大陆现在正在伟大发展 每一件事都要超音感美 结果宣传归宣传 丑事仍然是天天发生 最新的消息是7月19日 在陕西有一条高速公路的整座桥梁垮塌 事情非常严重 当时在桥面最少有20多辆汽车掉了下去 已经知道最少有12人死亡 仍然有30多人失踪 由于下面是急流 所以车辆掉了下真的不是开玩笑 多数会凶多吉少 最离谱的事情保证没有人猜到 就是这条塌陷的公路才用了6年还不到 整件事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公愤 网友在怒斥豆腐扎狂魔 那内地的官方怎么说 他们说是突然之间由于山洪爆发 导致了丹宁高速公路水阳段山阳方向 延平村二号桥局不垮塌 塔县的长度接近40公尺 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白天的画面 因为塌陷的时间是在晚上 所以没有人发现 之后在晚上有车路过 结果就来一辆掉一辆下去 足足掉了20多辆车下去 全部人失踪 非常危险又恐怖 所以实际上的数字有可能是不止25辆车 鼠道的车官方是说有25辆 但是肯定不止这个数 因为该路段可是高速公路 这个网络路段属于G4015 所以官方说有20多辆车肯定不止 因为这个路段是高速公路 目测的都有20多辆 最少有30多人失踪 这个数字也是肯定不止 最离谱的就是 这座桥是在2018年12月份才通车 就是说才通车了不到6年 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意外 官方完全没有公布整件事的起因 只是跟你说发生了意外 而且还说是跟山洪爆发有关 但是只要看一下涉事照片 你就会发现整个桥面塌了下去 跟山洪爆发没有一毛钱关系 山洪爆发最多只是会让桥身受到的冲击更大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豆腐渣工程在先 又怎么可能会只要雨下的大一点 整座桥就会倒下 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 在中国大陆开车 可以说是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 还有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 虽然不会无缘无故的想到自己的车会掉进水里 但是也要事先准备好爆窗工具 因为如果一旦真的掉进水中 在车里面根本没有办法把车门打开 一定要把车窗砸了才能逃生 而你身在车子里面 如果不使用用特殊工具根本就无法爆窗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这次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引起了公愤 说一定要追究责任 现在的情况是整条桥的桥面截断 而桥墩却一点事故都没有 也就是说跟下面的部分无关 那样的话跟山洪有什么关系 而且更离谱的是 本身这座桥就是建在河上 那你在新建的时候 不是应该考虑到有可能会有暴雨 或者是山洪吗 在山上建一座桥 你居然敢跟我说 没有考虑过会有山洪 所以内地的居民都怒斥 说中国大陆是豆腐渣工程狂磨 现在目前桥面塌陷 有一部分 彻底掉了进急流 而且距离桥面的高度 足足有10公尺 中国大陆一而再 再而三地发生这类相关的事件 不是公路塌了就是桥塌了 这很明显肯定是跟贪污有关 否则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且最恐怖的是 一个那么大贪腐的国家在不断的跟你说要建公路网 要建天桥 如果是乖乖的不搞事还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中国大陆偏偏因为假大控 不断的跟你说我要建高速公路 我要建大桥 而且这条高速的路段离市区不是特别远 因为只是在西安市的附近 属于西安市的外围 意思就是附近的城市的车有可能会走高速公路去西安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件普普通通发生在山区的事情 而是一条公路网里主要的桥梁 这才是最恐怖的 所以中国大陆跟你说要发展 又说有智能电动车 早前的智能电动车也是一样恐怖 特别是华为问界 在高速公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帮你关灯 在高速公路已经够危险了 如果你有开灯的话 还有机会能够看到那架桥已经倒塌了 但是他却要自动帮你关灯 所有的因素叠加起来 真的是想不死都很难 所以那些无知又愚蠢的蓝丝还说中国大陆现在伟大崛起了 崛你妹 自掘坟墓就有你的份 官方经常宣传说要超过美国 而你也确实是超过了美国 是意外造成的伤亡数量早就赢了美国 而且赢了十倍都不止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